這是一個演習入文 那思想一想的話可以用四個表情 來 製作人 作曲 作詞 書生打架 嚴重作曲 嚴重作曲 唱 盧廣仲謝娘 家教費美白付 氣金曲 想教女友啦 盧廣仲今天以單曲 盧廣仲第二十九屆金曲獎 最佳作詞人 作曲 單曲製作 以及年度歌曲四項大獎 這十五號舉辦媒體見面會 那入圍四項當中 有沒有對哪一項最意外 或者是對哪一項覺得最開心 都很開心 有不同的開心 像這次的那個作詞 我覺得蠻意外的 因為我小時候是一個 作文成績非常爛 然後爛到我媽非常擔心我 我覺得她請了一個 作文家教 然後每個禮拜到家裡幫我上課 這次可能會這個作詞 會很想 就是很想馬上打 然後我去跟我媽說 我想當天的那個 家教費沒有拍 觀眾也說 這次最想拿的 就是單曲製作人獎啦 她也提到入圍揭曉當天 是高齡91歲外婆的告別式 日前出席HITTO流行音樂獎 有陰陽炎的友人 說她表演是 外婆在她身後聽 齁 這廣仲因此感動流淚 話說日前 擔心專家唐啟陽解析下半年度的戀愛運 成為巨蟹座的她 大家都知道 我對巨蟹座今年的感情運 可是寄於厚望喔 如果你今年再沒有談戀愛 那就等12年後 等12年後 等12年後 阿娘圍繞這國師詞話異出 可讓巨蟹爸爸廣眾下屎囉 她在臉書號召成立巨蟹護術會裡 好像多很多人想要接她跟巨蟹 這已經只剩六個月了 哈哈 因為這也是近年來的 就是小虎他 我們一直聊天的話題 他跟他說 我真的很希望妳們去交流 沒有 所以如果就是 評德金曲 然後孤單12年後 可以這樣嗎 就一定要這樣嗎 我就選擇 女朋友 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繼續不要了 哈哈 日後動新聞 可不可以都要 可以大家 事情是可以討論的吧 哈哈哈哈 可以這樣可以拿獎 你交我女朋友 我可以吧 哈哈哈哈 八倒 八倒